将医生成为大夫,至今仍十分流行。 称作郎中者,除了一些貌的老人外,社会上已经显见。 但在几十年前,郎中作为医生的别称还很普遍。 在中国,自先秦至晚清,大夫和郎中都是官职名称。 唐宋以前,对医生的称呼较为复杂,一般根据其专科进行称呼,如食医、急医、肩窗医等。 医生最早是对学习医学的人的称呼,始建于唐六点,即是学习医学的人。 唐代之学习医,固有两医生之称,其后对从业者的称呼还是不统一。 直至秦大,医生才成了为业医生者之通称。 三代时,天子及诸侯接涉大夫官职,分为三集。 秦汉以来,有遇世大夫,见大夫等名。 随唐以后以大夫为高级官阶之称号。 明清执事官不用大夫为官名。 清代文官阶,自证一品至五品,义称大夫。 大夫还是古代学位名称,如秦汉分学位二十集,其中大夫居第五集。 随唐明清时期的光禄大夫,荣禄大夫,则专为文职洒官封信使用。 宋慧宗正和年间重定官阶时,在义官中设置了大夫、郎中等官职。 由此,太医尊称大夫。 唐末武代以后官嫌败烂,义官名称呼逐渐形成社会风气。 所以,人们就尊称医生为大夫,为了区别于官名,将称医生为大夫的大独成代,而不独大。 现在看来,没有将医生称为大大夫的,确实有将官职获决为支撑换作。 大大夫,搞不清其中的因果本末,闹了笑话。 郎中这一官职,始于扎国,秦汉延至,而后随唐宋元明清成席,各部接涉郎中,分散各资事物,卫尚书,是郎之下的高级官员,清莫实费。 因宋朝一官中有郎中医治,古社会上以此称医生会卖药间治病的人,这在其后多种笔记,杂志,诗文,小说中余日出现。 值得注意的是,自一千多年前,医生有了大夫和郎中这两个别称后尊称后,北方地区一直称大夫,南方地区始终患郎中,而且北方是中医,西医的统称,南方则特指中医,对西医也叫大夫。 为什么会这样,不清楚。 再次文史金华2013年第四期 文史金华2013年第四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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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史金华2013年第四期